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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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傳媒人 中環娛樂圈40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她的好朋友 可謂相識滿天下 今集嘉賓繼續有張志琳 講解兩夫妻如何有默契 應付一些炒作的Demon 幸好她也是圈中人 她明白這是套餐的一部分 自認是圈中無敵人的張志琳 對朋友又義無反顧到甚麼程度 向你開口借錢量水 你永不退絕 對,而且快點永遠沒有還 張志琳1971年出生 1971年加入樂壇成為歌手 繼而拍電視、電影、作品無數 是歌、影視、發展理想的三妻藝人 2001年跟袁詠儀結婚 雖然經常因為工作各有各忙 不過依然是圈中公認的恩愛夫妻 例如很多男士真的有婚外情 有外遇的 那你自己怎樣去看這件事 你孤摩 你號召力很強 很多女士真的潛逼後勇 我覺得很辛苦 其實看電影也好 身邊的朋友也好 現實生活也好 現實生活也好 我可能很多時間花在工作上 如果你還要我騙騙騙騙騙 門這邊門那邊 我想會很崩潰 我自己也會 哪裏可以有這麼多時間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譬如說 你跟佯詠儀已經23年了 有時候可能那種激情已過 就只是一種很… 昇華到變成家人 很永恆的一種感情 但如果來了一個青春美麗 可能對你有一種激情的時候 你不會受到那種誘惑嗎 但我又看不到她會不變的特質 我意思不變是 她會否永遠都是這麼美麗 如果她會我 我馬上就去 但我始終覺得每一個人 都會變老 有言華、老去的一人 而且每一個人… 我覺得我自己某程度上 在大家的眼中 都算是很完美 但我仍然是充滿缺點 是嗎 也有很男人的一面 那一個美女 你有多美 即是你已經是… 我看得很遠 看得很遠 去到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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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事都是這樣 所以你的過程已經斬了就不做了 沒有意思 你知道尾了 你認識了一個女生 她18歲 很漂亮 青春美麗 你去想一想她48歲 沒有分別 一樣是已經… 已經沒有激情 是嗎 除此之外 每兩個人的相處 是否… 即是過了寶寶時期 可否永遠都寶寶時期 可否永遠都蜜月期 不可能 不可能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 分別是在哪裡 是嗎 我看不到 其實是重複 每一個關係都是重複重複重� 沒有意思 是沒有意思的 是 那… 再想起起開始的時候 那你和你老婆開頭的時候 你不是覺得她正好 也不得了嗎 那你不如就將那件事 不停記在自己的腦裡 用很多方法 譬如你的電話 你老婆帶來的那張照片 是她… 她和你剛認識的那張照片 18歲 我就是這樣做的 是嗎 是嗎 很漂亮的 最漂亮的那張照片 對,那你看 真的很漂亮 那你就不要經常… 有時候人會貪身亡舊 貪心 是不是 人會新陳代謝 的確是要拼起一些舊的東西 但有些東西是不應該的 但很少男人像你這樣 從一開始 就不一開始去那裡 對 我經常都是這樣 那就變成中間那裡不做了 如果有很多男士像你那樣就好了 不是中間那些事情不做 而是很明白我做了有什麼 過程 有幾個人而已 我不管 我先做了 我先激情了 那就糟糕了 你要糟糕我沒辦法 我可以提醒 像這個節目一樣 大家看完有一個提醒作用 但我能否去做 仍然都會馬上拿車士出去 沒所謂的 每個人的業力都不一樣 是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不能逼他不做 你去了 你要承受自己的後果 就是這樣 所以這麼多年來 從來都沒有說 你有任何的秘密 沒有這些事情 就算有都是因為那時候 你的團隊必須要去炒作這件事 令到那個電視劇更加好收視 那就會有這些情況 但是你也沒所謂 不是的 總之不是 也不會說死你 其實 就不會任由他 對吧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有做過 最重要的 對 但是太太她又怎麼看呢 她明白 她當然會抱怨 但幸好她也是圈中人 她明白這個是套餐的一部分 對 就好像說你阿靚喜歡 李敏豪你也會 你去吧 你最好去 最好去 如果她喜歡了你就更好 對嗎 為什麼 如果她那個才是真愛 那為什麼不去呢 對嗎 我又不明白 我不是一個必須擁有你的 我可能不是很執著的一個人 就算你是跟我一起 但你天天都想著她 很愛她 那你不如你 我甚至跟你昇華到已經是家人 我當然是想你做一些 你開心地做的事 是吧 甚至乎你真的這麼幸運地 跟她相愛的話 我也很開心 那有什麼問題 我又想不到 很多人覺得你的想法 跟別人不同 是嗎 我不覺得 你的朋友 肯定 我想你經常跟他們 不是的 也很好 我很多朋友都是很豁達 而且是我的精神導師 你很喜歡跟別人聊 那些靈性上的問題 是嗎 心心靈 不是的 我最喜歡聊些無厘頭 言不及疑 說這些就最開心 張志琳在圈中 的確有不少好友 除了經常交心 對朋友他也很狠仗異素材 例如在圈中 你有什麼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 草莽 還有郭灰城 還有郭灰城 好像沒有敵人 這個比較幸運 無敵 沒有敵人 變成無敵人 真的 沒有聽到 即使你多紅 或者沒有人特別去說你不好 沒有很幸運 因為我又不是一個很有機心的人 可能不會說 一定要把中間位置放在那裡 一定要站在中間 不可以讓他上位 真的沒有這些 很多時候覺得 你好的時候我也好 你開心我也開心 而且你經常都說 人不會永遠在高位 對 你今天拿了人的位置很聰明嗎 我又不覺得 但你好像對朋友很好 跟你開口借錢 你永不退卻 對 而且永遠沒有還 你什麼心態 很多人說 你經常都不還 有鬆動的 就是 義氣子女幫忙 你很樂意 但我覺得這件事 我借了幾次之後 體會就是 問人還錢是比什麼更難 可能朋友也沒有做 對 很奇怪 就是他不敢見你 你問他還錢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 你第一次不知如何開口 開口可能他比你更兇 很奇怪 有沒有試過 什麼 現在鬥了什麼 為什麼 不如 所以你第一個 就不要借了 條件 借了你就不要遇人還 這個很重要 譬如看你自己鬆動的程度 以及跟那個人的友誼有多厲害 所以就 但很多人說借了錢 可能也沒有朋友做過 你不要要他還 就有 就是他可以在你面前很自在 是很自在 你又不會提起這件事 那就最好了 所以就是 這個錢是不是很鬆動 如果很鬆動 就是你有10萬 別人問你借1萬 你沒所謂 又不會傷害到大家的友誼 不過我覺得最好 就不會牽涉到金錢 就是你有太多這樣的經驗 有幾次 但也不錯 所以就忘記了 沒有錯 忘記了誰 你也想想又忘記了誰 或者究竟他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是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 很多時候 找到他其實他不太需要 可能去玩 可能去玩 去旅行 問你自己的錢 經常都聽到朋友說這些 所以都是 最好不要問我借錢 又不借了 關門了 最好不要 免得了 又怕你不敢見我 對嗎 你跟阿靚又怎樣 兩個經濟獨立 他當然能賺到錢 但自己盡量可以的 就是買些東西給他 他喜歡甚麼就買一下 但其實都是買東西 沒甚麼意思 買東西有甚麼意思 你說買一個袋子 買一隻戒指 買那一下 然後我就不見他戴了 不是 就是認證到你愛他 物質都好像… 就是從一個這麼膚淺的態度 就可以認證到 有沒有搞錯 很多人有時候出去有外遇 然後又對他買了金錢 就要買一些東西 可能我沒有 我根本不需要買 不需要 下一節 張志琳會說說對金錢的態度 夠吧 夠就好 現在對魔童你也是這樣嗎 是的 我死了的時候 我也未必會全都給你 甚至應該不會全都給你 我們很多人會捐出去 張志琳和袁明兒 有一個九歲大的兒子 雖然他們叫他魔童 但其實兒子很乖巧伶俐 還說絕不會寵壞他 你怎樣去教育你的兒子 不,就是不忙初衷地 我就是… 一開始就是想兒子怎樣 我現在也是想兒子怎樣 你一開始想兒子怎樣 就是健康快樂,四個字 難得不…難得怎樣 但就只是這四個字,沒有其他 你對他沒有任何期望 做一個好人 如果真的要有期望 但我只能在身邊提醒 是否做到一個好人 我當然希望你可以做到 你做不做功課 我都希望你每一天都做功課 但我只能提醒 是時候做功課 但我不可以拿著你的手 就是這樣做的 你絕對不是一個嫌負 我不是嫌負,但也不是太軟的負 我不會站在你那邊說 不要做了,還是去玩 不會跟阿靚相反 我覺得我挺明白 只不過是… 角色就是提醒你去做一些事 或者提醒你不要去做這些事 但決定權都好像在你手上 如果他不做 你不是要上學承受 你先生會罰你 你承受你的留堂、你的罰棋 我又代不到你去罰棋 他慢慢就知道 原來真的是我的責任 他的成長期內 你有甚麼可以幫助他 怎樣給他一個正的路 最重要是多點時間陪著他 讓他的童年有父母在身邊 即是感受到父母的愛 對,這很重要 還有就是一家人的感覺 即是… 還有要聊天 即是你很喜歡跟兒子聊天 很喜歡聊,不斷聊 即是言不及義又聊 說鬼故又說 甚麼都說一頓 即是又說一下 即是很快就沒有 因為他已經八、九歲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十二歲左右 就應該已經是跟同學玩了 已經不跟家玩了 不跟家玩了 即是你很珍惜 所以現在還有三年 三年時間 對,沒有了 我盡量去做那個 提供快樂的角色 或者提供一個 像一個家的感覺的人 我是一家之主 我知道 但譬如說你 阿靚很想兒子多學一些東西 就像現在的教育制度一樣 但你又獲得給他自由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很扭曲的一個觀念 這個並不是真的想學那樣東西 是很多人是因為一些要入名校 所以就要學很多東西 不知道怎樣得分 那樣東西 那我就不太理會 你強調這些 他一定要讀名校 我沒有所謂 其實他自己的收藏 他自己入到什麼學校 認識到什麼人 全部都是… 在我的概念裡面 全部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自己的這些東西 其次就是 我認為一個聰明的人 有一句話叫做不迷不成家 你不迷那樣東西 你不會成為一個專家 那你迷一件事 什麼叫迷一件事 就是迷一件事 就是專一 你畫畫一個 無緣無故拉起小藝琴 然後打鼓打鼓 沒可能聰明到這樣 突然去游泳 不是這樣的 他是畫畫 憎繁智 一輩子都畫畫 那就很成功 問題就是你要儘快讓他們知道 有到他們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知道 或者沒有的 或者沒有 找不到而已 我覺得必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所長 不知道 無法發掘出來 無法發掘出來 很多時候可能是 給父母的一些善心的引導 蒙蔽了本來的光輝 本來的面目 很多朋友本來是做律師的 讀了很多年 或者是做醫生的 讀了很多年 其實他真的要合作樂隊 如果從小培養他 他已經變成神級的鼓手 也不一定 是否代表神級鼓手 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但父母經常說是找不到吃 但找吃的定義我又不太明白 其實不代表找不到吃 我覺得也不需要每個人都是CEO 意思是這麼豐盛 如果每個人都是CEO 那誰去洗廁所 我又不明白 每個人盡自己的責任 去做自己最好的事就行了 因為社會就是一個運作 就是一個和諧 對 必定有青道夫 也必定有總統 在一個社會裡面 所以自己做好自己的職位 張志霖和太太都有共同的理念 就是希望兒子將來自由發展 至於對金錢的看法 他們也有共識 那你對金錢的看法又如何呢 如果你的… 夠了 夠就好了 什麼叫夠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 你會不會有那種追逐… 我沒有的 沒有 我沒有 真的沒有 但是話就分兩頭 比如剛才你說紅的時候 就要很集合時間去做事 這個並不是我要去爭取一些錢 或者是要有多少收入 而是這個機會來到 就要好好把握,做好它 因為我知道必將會消逝 失去的 對 但是你說錢方面 我其實也想了很多的… 想了很多天的了 就是怎樣去安排 譬如你現在說 你住一層樓 香港的樓價很貴 租樓,租一租 不,也要有層樓也好一點 其實到我們現在 已經過了40歲了 我們供完層樓… 供完層樓可能已經60歲了 叫做香港人 對,供完10年 你之後還是留給兒子 但是問題就是 留下這件事給他 究竟是害了他 還是對他好 這也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90後是婉婉婉婉 就是因為她根本沒有動力 不去婉婉婉婉 我回家後就開了冷氣 就很棒 遲早興我了 有甚麼東西 甚麼都有 因為我們70年代出生 或者再前的人 那段時間是… 死爺爺爺爺爺就要有層樓 拼命 那你拼命了 現在讓你看到的歷史就是 拼命了 這層樓雙手給了你 然後你怎樣 你就變成一個宅男 你就有甚麼事 不要騷擾我 這份工作太辛苦了 我還是回家 回家打機 又沒事的 人家常常常都不用工作 開著冷氣 所以究竟如何給予一個原動力 一個年輕人去發奮 這個要好好去三思 你現在為了這個兒子… 不要給予太多東西 現在有魔童你也是這樣嗎 是的 我跟他說得很清楚 例如你怎樣跟他說 我跟他說得很清楚 將來我們賺回來的錢 我們會用的 第一 我們會去環遊世界自己用 其次 當我死了的時候 我也未必會全都給你 甚至應該不會全都給你 我們很多人會捐出去 可能會給你救生活 但是你也要去發奮自己做事 你想要買一輛車嗎 你自己去賺 你想要買一層樓嗎 自己去想方法 你要有一個求生的本能才行 你不要斬手斬腳 那魔童會不會接受你的理論 他會… 不如現在才只有八九歲 我的主動權在我身上 是我的 現在我所… 賺回來你 賺回來我所擁有的東西 不是你的 你有你的天地 你最多說 我給你最好的學業 我送給你的最大的禮物 就是一個最好的學業 最好的學習環境 最重要是你要讀書 還有自由 我想給她的東西 那你這個觀念 和阿靚會不會是… 他也是明白 他也是想著這樣 當然大家會有不同的觀點 不可能是100%一樣 是的 那他有沒有想著再生寶寶呢 你覺得一個足夠嗎 我想一個 但是女士就很想多一點 因為其實很不喜歡香港的教育制度 正如剛才跟你說的 很多東西要學 然後就為了積分 什麼… 最主要是那種對物質的追求 小朋友 那種比較 是的 就是幾歲大 我又怎樣 我怎樣 家庭又怎樣 也會有這種比較 有時候說 不可以這麼奢侈的 有時候 你又買這麼漂亮的車 他有這樣跟你說 是的 所以都是要自己想清楚 怎樣去新教 但是你會說 這些是我新奴工作賺回來的 也會這麼說 是的 他會去挑戰你嗎 他不是挑戰 他是問 為何你又可以… 又要樸素一點 你自己又不樸素 最慘的是什麼 又要逼他不是 是嗎 又不能逼 至於演藝事業方面 雖然自問沒有太大的野心 不過張智霖依然會繼續拍電影 並且計劃一常做導演的滋味 說回電影吧 15年了 再重遇… 都是… 重遇… 那個班底下 重遇一個陣容 是的 真的很難得 你自己的心態又怎樣 那時候真的是初哥哥 現在初… 初叔叔 心態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可思議 因為我好像沒見過一些 跨度那麼遠的電影 因為十五年了 變成了電影 對,十五年後 而且大部份的演員 仍然都是這麼… 一起參加 對 這麼有熱誠去做這件事 很難得 那時候有什麼趣事呢 十五年前和現在有什麼趣事 以前拍攝的時候 就是會喜歡玩多一點的 其實那時候二十幾歲 三十歲 嗯 28、9歲 現在就會… 反而… 拍一場少一場 覺得又拍一場 其實這件事 你知道不會再發生 其實這件事 即是五十五年又不會再來了 不可能 那時候初八八 對 初爺爺 初爺爺 知道不會再發生 就會很珍惜 這件事 以前不是一個倒數的感覺 現在就是一個倒數的感覺 又是由一出 即是走到十個年 所以每一天都很珍惜 大家一起開工的時候吃飯盒 那些都會是一個很好的記憶 那你自己將來會做導演 你會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我啊 我其實就當然想拍一下愛情片 還要拿手這些東西 我認為自己 但是別人又會推薦一些喜劇 給我去研究一下 那我覺得挺有趣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導演 應該什麼都可以拿捏得到 但是你是第一次而已 我不怕 我已經很有經驗 這麼有信心 其實我的經驗就是 跟著很多大師一起 就是每一邊學一些 每一邊學一些 每一邊都要執藥 執藥 對 但是有時真正拍出來又不同 是 沒錯 有時有些人說故事 其實要很多人幫忙 其實是 一個很好的副導演 副導演 很好的攝影師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實現 你這個導演夢 應該是明年的事 是 都會有些期待 我自己 就是一個喜劇 一個喜劇 那我們就等你 釋目期待吧 對 當然了 謝謝你 當然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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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